我的相机记忆卡 中国买了点问题 64个G的 我花了200多 但是好像我一直在相机显示读不出来 所以现在可能就是我换了一个卡 重新照 刚才录的一些视频可能也显示不出来 再录一遍 我说呀 这个之前我照的一些照片都是不对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塔并不是不对称的 它从这个角度看是非常对称 也就是说它中间这个球 后面还有两个球 它是一条直线的 所以说你从其他角度看呢 它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不规则 但是至少有三个角度才是规则的 第一是从这个方向 第二呢 就是在这个球的另一侧 往这边看 它是对称的 第三个就是在天上我先看 所以说呢 我现在天上我就没法去了 我一会去这个另一侧去看一下 今天呢 买了一个7块5欧的 他妈的 一天卡 失误了 昨天晚上我就应该买 然后我可以去市区一趟 因为它是24小时的 当时也没有查这个价格 也没有怎么样 现在来看呢 就是判断失误 好 我现在就去那边看一看 然后呢 一会去那个皇宫再溜达溜达 今天争取把布鲁塞尔的主要景区都看完 然后下午去布鲁日 去完布鲁日 待两天 然后回来之后 我在布鲁塞尔再待个一天多 回家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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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